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走出家门跟大家拍个视频 今天要出去吃个饭 然后我现在的这条路叫做河里活道 它是在香港港岛的中环上环这边的一个 属于半山上的一条路 但也不能叫半山 山脚上了一条路 然后这条路有很多的古董商店的什么的 然后它离其实很多地方都很近 然后我后边这条路往下走大概50米 拐我去 就是很多人过来一定要打卡的九季牛腩 然后这条路一整条都是一些古董店之类的 然后再往前走 这里这条街 善庆街 大家记住这条街 因为这条街顺着这个台阶往下走 就在那里 大概50米那个地方 有一个酒吧叫做COA 这个酒吧是亚洲最佳酒吧 这个酒吧你要来喝的话 可能要晚上下午5点钟就过来排队 因为我曾经好几次大概7点钟左右过来 已经没有位了 今天一整天一整晚的位置都没有了 亚洲最佳酒吧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来香港有时间的话一定要过来打卡一下 然后沿着河里活道走到大概中环的位置 这里已经变得非常的精彩了 然后这个位置就是在中环非常有名的大馆 这个大馆呢 是之前的一个香港的警署来改建的 应该还坐过香港的港岛的一个监狱还是怎么样的 然后现在是一个类似于文化中心 文化啊加上小吃啊展览啊一些餐饮啊酒吧啊很热闹啊 然后我今天要吃的这家呢就是这个二楼的这个里巴嫩菜 然后它就是在楼上不是在这个一楼的 所以说香港其实有很多饭店 你看啊四楼到二楼他们都是在楼上 因为第一这样可以节省成本吧 第二呢证明他们也不是迎客生意的 而是可能是吃那种回头客呀 或者是口碑相传的这样一个形式 走吧 我们去看一下 哈喽 这个是他今天的餐汤 我先尝一下是什么样子 有点骨壮的感觉 还是还挺好吃的 有一股又不是很鲜 有点面糊的味道 但是还还可以 北方人应该喜欢这种口罐 然后这个就是 茄子沙拉 尝一下 他们应该是这种东东的这种酱 这个酱其实跟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吃的那个 哈拉肚子 哈拉肚子 就是它那个伊斯兰餐车的这个酱的感觉应该是比较酱 我尝一下它这个 好像它这个味道 味道还是可以的 主要酱酱的是它酱的味道 然后上面是一些石榴 然后下面是青菜 然后这个是西瓜 什么什么 这个西瓜下面的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 尝一下 说实话我没有吃出来这个到底是 是鱼肉还是什么 吃起来有点像那种 腌过的煎的鱼肉 有点咸 还是 味道还是可以的 然后这两个是蘸这个饼吃的 是两种的鹰嘴豆泥 我先尝一下吧 尝一下这个味道 这个鹰嘴豆泥中间有一股 说不出来的一种蔬菜汁香料的味道 味道还是 还是蛮好的 然后它在里边加了一些 应该是 红辣椒之类的 然后尝一下这个味道 这个就是比较 纯正的那种鹰嘴豆泥的味道 其实它没有太饿的调味 我觉得 等一下蘸点这个饼尝一下 然后 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个是 煎土豆吗 吃起来像煎土豆味道 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 香肠 尝一下 嗯 因为某种香肠 但是我不确定它里边 内涵到底是什么 有点像羊肉 哦好像是鸡肝 对 你看在菜单里 下面这个是鸡肝肠 挺特别的味道 挺特别的味道 反正从前菜来看 我觉得 还是挺特别的 挺中东风格的 至于好不好吃 我觉得 大家见仁见智啊 然后现在它的那个 主菜上 这个是 什么肺鱼 就是那个 心肝脾肺 是那个肺 叫肺鱼 然后 这个下边是 好像我们的那个 梅干菜 尝一下 这是锅菜 锅菜 锅菜 但是它蛮好吃的 感受一下 它这个其实是要跟这个 卷饼一起吃 尝一下这个 味道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就是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咸味啊 也没有其他调味 应该就是 煎了一下 鱼本身呢 就很普通 然后下面就是菠菜 这个就是 鸡肉 煎鸡肉 配这个米饭 然后它这两个锅 其实就是 塔吉锅 但我相信它应该不是 用塔吉锅做的 它只是用了塔吉锅 作为他们的一个 造型而已 然后 它需要用这个 就是刚才我说 那个白色的酱 放在这个上面 但是它说 你今天会觉得你自己吃的 但是你有过问题 是 你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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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肉的味道是好吃的 比较嫩 然后它腌制的也不错 它这个米饭呢 应该是东东南亚那边比较喜欢吃那种 糖米饭 然后这个上面的 谢谢 然后这个上面的应该是 我不知道是花生还是杏仁 没有吃出来 整体的 整体的搭配还是很好吃 我觉得 这个可以打 60分半 这应该可以打 85分半 这点可以 好吧 到了最后的这个 甜点环节 先尝一下 这个 并不知道是什么 有糊状的 酸奶一样的东西 上面这个 豆粉 鲜果 酸奶酪的东西 还挺好吃的 鲜果味比较好 然后 这个是 什么什么什么 flower 像花一样的 不知道是什么味道 看看这样 还有一个 皮 就那种千层酥一样 但是甜的 有点像 北方人可能说 那种 北京那种什么 糖果子那种感觉 然后上面 不知道是什么 它整体就是 比较偏甜的 有一点点的沾涯 我觉得这个 60分半 这个 80分 好吧 今天的菜整体就是这样 今天的饭吃完了 然后 他把前菜啊 跟 沙拉呀什么 都放在一起 都是小菜 大家也看到了 然后主菜呢 是两个 一个鱼 一个鸡 然后有两个甜点 总体来讲 我觉得 还是挺有意思的 挺有趣的一个环境 然后味道也挺 中东饭的 说不上好吃 或者是不好吃 但是挺有特色的 然后这家店 边上有一家店 叫Chiwala 我之前 也去吃了一家印度菜 味道上是比这个好吃的 但是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 今天我吃的是 香港有一个叫餐厅周的活动 然后每个人199港币 两个人加起来 加上税啊之类的 哦不对 应该是没有税 应该是小费 加起来反正应该是435港币 大家觉得这个价格 这个饭的这个样子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讨论一下啊 然后今天就先坐到这里吧 然后我们就下期再见 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